欢迎收听 胎绿游乐园 会发现我的歌迷的年纪 是一直往上走的 但是这些年 开始往下走了 我有发觉 一直往下走 可能跟我这几年 常去大学 去讲台语歌 有关系 也就是说以前你代言 可能是称人止尿部 现在可以代表到手游了 OK的 那我发觉年轻人 其实是有兴趣的 是 但是要有人去提摩一些点 开口音闭口音 你没有唱好 就会变另外一个意思 比如说我们常看到八点档 最喜欢讲那一个字眼 我最受不了的 李奉兴 我随着去 奉兴是放生 李奉兴 要闭口 闭口 你是要奉兴 是奉兴做 李奉兴 你知道吗 我也是听到一些通告艺人 在电视场说 他最喜欢听Rap 我就好紧张 因为Rap是强奸强暴的意思 是Rap Rap 我都很紧张这样子 而且有时候你知道 如果有一些正确的知识不讲 他误传的是会延续的 我就曾经听过小学五年级的学生 R&B是Reason and Blues 他就惊讶地说 不是Rap and a beatbox吗 都错了你知道吗 是Rap and beatbox 但也不是Rap and beatbox 是Reason and Blues 叫R&B 可是因为没有 我们根本上课也不教这个东西 所以他就以而传而了 我在台语也遇到这样的事情 年轻人的反应 真的啊 对因为他们也说 我们这样就变成一种新的语言 也OK啊 他们还凹成新语言 你发现错误 没有更正 而把它称为 新语言 这好怪啊 这太 就是以而传而的 另外一种解释 是是是 那你就永远错下去 然后说 这是OK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